三幻神全都落败 大邪神这下无敌了 并且开始鞭视 王阳一口老血喷出 瞬间倒地不起 这下想要击败左客 只有指望小表的制线剧情 他们进入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房间 王阳的名字出现 不过因为不认字 只能记下文字的图案 不过暗末梁也埋下伏笔 之前所吼本田时 偷没给本田洗脑了 于是玩起了久违的正宗打牌 也是小表中坑卡组的首战 所谓中坑 就是给对面射陷阱 开局两张覆盖的卡 暗末梁十分轻视小表 召唤个死灵骑士 攻击力1900 然后提剑就卡 是个全新的怪兽 名为棉花糖 翻转时扣除对方1000生命值 并且不会被战斗所破坏 这就是中坑卡子 到处都是陷阱 于是暗末梁也盖上张卡 轮到小表 也是盖牌 然后召唤等级灵的沉默剑士 这些卡连城之内都没见过 所以暗末梁也很猛 小表立马发动老花剑 来来来 给你戴上老花剑 让戴上的怪兽只能攻击棉花糖 轮到末梁 好卡呀 发动死灵的封印守备 将棉花糖改成攻击状态 然后就是一刀 不被破坏 但是要扣生命值啊 接着盖上好卡结束回合 轮到小表回合 这一瞬间沉默剑士升级了 但暗末梁假装看不见 发动好卡 地附灵的诱惑 可以强制沉默剑士攻击指定怪兽 接着再发动陷阱 特殊召唤死灵骨龙 这就是莫梁指定攻击的怪兽 沉默剑士一刀切 但这个古龙有效果 可以将沉默剑士两倍的攻击反伤给小表 于是3000的伤害要给予2400的小表 这一瞬间 小表的表情萌了 因为他等的就是这一刻 发动速攻魔法回合跳跃 不光战斗回合被跳过 就连沉默剑士也会升级 一下子就长大成人 等级四攻击力3000 然后小表还能攻击 沉默剑士搞掉死灵骑士 接着还没完 让棉花糖张开大嘴 咬他的腰子 这下小表占据优势 城之内直呼666 暗默剑士趁机发动死灵的封印键 瞬间将沉默剑士定在墙上 不过只要小表的目的进入怪兽 就能回到场上 接着召唤死灵魔导师 攻击搞起 小表扣除生命值 暗默剑士刚想结束回合 差点忘了 补充沉默剑士被封印 所以不能发动特殊能力 轮到小表 召唤300防御的砖块人 城之内服了 300也能叫做防御 这可就错了 小表的怪兽全都有特殊效果